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停留纽约期间所下他的酒店 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最近刚刚批准了对台湾出售价值22.4亿美元的武器 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案 北京当局在星期五上午做出表示将会对和对台军售案有关的美国企业来进行制裁 对此美台商会会长韩如波稍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有关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蔡英文在星期五上午还和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共进了早餐那么在被记者询问到是否担心北京方面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 来报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 我们来听听阿米蒂奇怎么说 此外呢蔡英文在星期五上午还出席了美台企业高峰会 那么她同时还强调了近年来美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逐步的加温 我们继续来听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这几年来跟美国的经贸的往来持续的在加温 而且我们双边的贸易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那代表的是我们双方的经贸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 那么但是在近来的国际军事环境的变动当中 我们各自的产业跟企业都必须面临到一些挑战 但是在挑战之中也有很多潜在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用今天的会议来讨论一下 我们各自面对的挑战与机会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双方合作的机会 那么根据记者所掌握到的讯息呢 蔡英文星期五下午的行程还包括了到哥伦比亚大学 与黎安有教授在内等多位的美国学者进行闭门座谈 之后将会出席贵宾酒会和乔宴 那么在这段期间蔡英文是否还会会见任何重要的美国官员 或者国会议员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美国之音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张珍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